咖啡店 Ruji 自然留待 咖啡店 我要到這裡 歡迎來到Ruji 這邊有一個蓋章的地坊 大家我到宇宙咯 先来看一下地图 因为我今天什么攻略都没做 我打算就是跟随直觉的旅行 我现在在这边 我打算就这样转一圈吧 看看这边有没有那个地图可以拿 这个水彩画得很好看 简落地图道具一件 这边一出来就是一家一层酒又为门卖鱼汁茶的地方 然后那边呢 就是中村本店也是卖茶的 看这里也有很多 这边抹茶都很好吃 有我喜欢的茶包味 它那个餐厅排队至少要两个小时 所以我就算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打算在路上吃 因为它说里面那个板凳的地方也不能吃 所以我就找个地方先吃一下 这是一家 应该是卖皮革的小店吧 这边的商店街上基本上很多茶博 然后我去的那天呢超级无敌热 所以基本上走两步我就会躲到这个店里面去稍微乘凉一下 这边的商店街上基本上很多茶博 我尝了一杯这个非常的好喝 但是太大瓶了我就拿走就有点困难 我好喜欢雨智 就是这边那些茶屋你进去 它基本上都会给你一杯小小的适喝的那种冰镇茶 然后那边就很凉爽 是原始物语的作者 一个女性的作家 哇 这里这家好漂亮 而且好像在河边 看这个好好吃 看到了 ** 烤闭 ** 干杯 ** 干杯 ** 滑 ** 都没有 ** 卖 这下 ** 都没有 ** 都没有 ** 闭気 ** 维抗 ** 花 丑 ** 这个 ** 这下 ** 美 ** 还 ** 来 ** obsessed ** 维抗 我看到有一隻小龜在裡面游泳 那來宇知的話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會去參觀平等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實驗上那個圖案就是平等園的鳳凰堂 那這邊也是京都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是日本根據西方的極樂淨土的想像而建造而來的 我那天去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的熱 但這個禁手池的地方的水就很涼快 那如果大家要參觀鳳凰堂內部的話 建議早一點去 因為我買的4點10分的票已經是最後一場了 就那天雖然真的熱到整個人靈魂出走 但是看著建築在水中的倒影 然後包括到裡面去參拜的話 都有一種心靜自然涼的感覺 而且最後我還看到了一個很神奇的動物 不知道說是蛇菇還是仙鶴 反正覺得挺有意思的 啊 決定再喝一杯抹茶就走了 到時候 哇 綺麗ですね 哇 我在 我覺得我今天來的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個 它這個遊墾到雨天川的那個位置真的很棒 而且我本來覺得雨制可能半天就過了 但是我今天晃了一晃 其實我覺得晃一天的話會比較能逛得更深入一點 然後現在走回雨制站就回京都啦 因為晚上京都那邊有一個下壓神车的玉蟲襲擊 今天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要今天趕緊去 看地圖上不是往這邊走 但大家都往這邊走 所以我就跟過來 哇 這裡好像動脈裡才會出現的場景 那下壓神社的這個預手喜記呢 是夏季京都的一個祭典之一 通常會在7月30前後舉辦 那每年的時間都不太一樣 我是聽我們班上同學推薦之後 就趕著在它最後一天來體驗了一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那它主要活動就是大家會把腳放進神社境內的食堂中 然後以祈求身體健康 那在入口的地方呢 它會給你發一個這樣的小塑料袋 你就可以把鞋子裝在裡面 然後大家就舉著這個小蠟燭一起走過這個橋底 然後那個水是非常非常冰的 然後我去的那天還下了點小雨 然後大家走過這個池塘之後 就把這個小蠟燭插在這個祈願的珠台上 上岸穿好鞋之後 你就可以喝一杯它的這個神水 就是大概也是喝下之後 能夠保佑身體健康的這樣一個概念吧 那這裡比較有特色是有這種腳底板形狀的祈願牌 還有很漂亮的這個蕾絲玉手 那我在這邊呢也玩了一下他們的水籤 我覺得京都還挺多這種水籤的形式 就你要把籤文放在水裡面 才能看到這個上面的文字 然後你也可以問這個工作人員 要一個中文翻譯的標牌 我覺得這個還挺貼心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個體驗 所以如果大家想夏天來京都的話 不妨可以來參與看看 那這期Vlog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條再見 拜拜 拜拜